今天12时起至8月16号12时 南海进入伏计休渔期 海南省约有1.7万座渔船进港休渔 连日来三沙市海洋和渔业局联合多部门 在西沙岛礁开展南海伏计休渔宣传活动 教育引导广大渔民要严格遵守伏计休渔规定 避免出现违规出海捕捞作业等违法行为 同时三沙市执法部门还将前往多个岛礁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和海上巡查 依法查处所有违反扶修制度的作业渔船 电毒榨鱼 三沫渔船和使用违禁渔具等违法违规行为 维护伏计休渔期秩序 我们会利用休渔期间对岛礁移民开展智能的一个培训 进一步提升他们在海上一个自救的一个能力 即使我们还会联合执法部门 在各个岛礁开展海上巡查执法 在三亚亚洲中心渔港记者看到 渔船有序进港停泊在指定位置 渔民们正忙碌着修理渔网 清理渔船及维护设备 休渔期间 亚洲中心渔港港湾公司将有工作人员 在码头进行24小时安全巡逻 确保渔船在港休渔期间安全监查全覆盖 我们能够有储存了1300吨鱼货 能够满足咱们当地市场的供应需求 517联合执行加强渔船监管 确保福济修鱼的政策的落实 进入福济修鱼期 今天在檀门渔港也停靠着大大小小1000多艘渔船 檀门港内海岸派出所民警加强巡逻 结合修鱼联合多部门 开展珊瑚船舶等专项执法行动 保护渔业资源 今天早上八点回港 现在来派出所办理入港手续 修鱼能够保护海洋资源 我们移民一定支持 在修鱼期间 我们台门海派出所将沿进珊瑚船舶进出港 对中原海珊瑚船舶一律下达停航通知书 进行停航管理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珊瑚船舶 严厉打击违法